近期,奥克兰大学因为经费紧张宣布将关闭包括纯艺术系、建筑设计系以及音乐和舞蹈系的三个图书馆 此举引发不少学生和老师的不满情绪 认为学校关闭图书馆的行为不但没有和学生充分沟通 而且非常不利于大学的总体发展 昨天中午,奥克兰大学的上天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举行游行 一场保卫我们的图书馆的活动,拉开序幕 大学学生会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 抗议的是学校在不与学生沟通的情况下 强行把音乐学院、建筑学院和艺术学院的图书馆撤销 统一合并到大学图书馆的做法 而理由是节省开支 实际上,这些学院的图书馆专业性很强 图书馆的员工也很内行,对学生帮助很大 一旦图书馆关闭,一部分员工就会失去工作 一部分宝贵的书籍就会被封存或销毁 再说,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已经没有多少空间 这些小图书馆挤进来 势必会把书的数量压缩 损失最大的是学生 昨天,大约一千名奥克兰大学的学生用标语牌和海报武装自己 反对关闭几个图书馆 奥克兰大学学生会在网络上进行调查 收到4000多份回复 95%的人反对学校的做法 学生代表在校长办公室前递交了请愿书 这件事甚至引起了新西兰部分本地知名艺术家的关注 他们给奥克兰大学副校长置信 希望他能够慎重考虑此事 因为这关乎新西兰的文化生活 我们拍摄着和观众的观众 和观众的观众 在这边的观众 我们现在要收到这个节目的观众 或许多好 我希望看到一些很棒的技术 在芸衆和其中一种 我们全社会计算是大学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